欢迎关注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带你了解国瑜的最新动态 2月29日德国公开赛进入第二轮争夺 国瑜何继婷 任祥宇 李怡静 罗许敏 赵俊鹏携手冲击八强 赵俊鹏遭遇中华台北周天成 是一场应战何继婷 任祥宇 李怡静 罗许敏晋级难度不大 28日的首轮比赛国瑜整体表现中规中矩 三场比赛全部胜出 男双何继婷 任祥宇 女双李怡静 罗许敏赢得相对轻松 都是2比0取胜 男单赵俊鹏则赢得相对艰难 打满三局耗时53分钟 才2比1战胜中华台北选手廖卓甫 三局比分为21比11 12比21 21比16 首轮过后五个单项 即有男单由种子选手出局 他们是男6号种子德国选手大波波夫 1比2不敌队友拉尼尔 4号种子中国香港五家朗 0比2不敌韩国选手全一辰 7号种子中华台北王子维 7比21丢掉首局 第二局5比11落后时退出比赛 首轮过后男单种子选手 仅剩1号种子 中华台北周天成 5号种子加拿大杨散 3号种子中华台北林俊逸 8号种子法国小波波夫 男单竞争依然激烈 8分之1决赛国语对阵如下 何继婷 人想与VS约布阿曼多 李一静 罗许敏VS弗朗西斯卡 李艾利森 赵俊鹏VS周天成 国语三场1分之1决赛 男双女双晋级难度不大 男单则是应战胜负尚有悬念 何继婷 人想与墨西哥约布阿曼多一战 银单市场遭遇战何继婷 人想与世上风球 何继婷 人想与世界排名14 约布 阿曼多世界排名54世界排名差距明显 正常发挥何继婷 人想与晋级难度不大 李一静 罗许敏与弗朗西斯卡 李艾利森的比赛 李一静 罗许敏有优势晋级赛望 从世界排名看 这是一场世界排名22与34之争 差距不是很大 但从交手记录看 差距较大 双方在泰国羽毛球大师赛 有一次交手 当时是四分之一决赛 李一静 罗许敏21比13 21比10 直落两局晋级四强 并最终拿到亚军 决赛李一静 罗许敏1比2不敌 泰国组合本亚帕 伦塔卡恩留下遗憾 李一静 罗许敏有望拿到双方交手两连胜 赵俊鹏与中华台北周天成的对决 是国平今天国语的焦点战 赵俊鹏与周天成之间的交锋 赵俊鹏是下风球 没有优势 晋级难度不小 2022年的海陆公开赛 16分之一决赛 赵俊鹏0比2不敌周天成 2023年8月澳大利亚赛 赵俊鹏1比2不敌周天成 2024年两人首次相遇 看赵俊鹏能否改写两人交手记录 期待今晚的比赛结果